請你先翻到這裡好了 那個公式我等一下再講 你先翻到呢 這個後面 翻到44頁這裡喔 以我國來看的話 2019年的數據 我們就2019年的數據把它帶進去喔 就是生殖健康喔 注意看它的單位它的指標 第一個運產負死亡率 它是每10萬活因人數分之運產負死亡的人數 就是每10萬個出生的嬰兒當中 到底有幾個產負死亡嗎 那資料年2017和2019年是一樣的啦 所以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都是以2019年喔 2019年的數據 我算是給你看喔 搞不好今年高考會考一題這個計算題喔 那這個叫MMR 我先寫一下它的代號 它的10點0 每10萬的活因 那未成年生育率叫ABR 它就是4.0 簽分率喔 簽分率喔 那國會議員的比例 它有分成男生跟女生 所以我現在寫在這裡 它的代號叫PR F 女生 它這裡呢 它這裡呢 女生 女生 國會議員的比例叫PR F 然後男生 國會議員的比例叫M 這個是女生喔 這是女生 這是男生 它的F都代表是女生 然後M都代表是男生喔 然後我把數據寫在這裡 那這個是39.8 然後這60.2 那中等以上 也是一樣 男生跟女生 S1 F S1 F M 這是女生喔 這是男生 82.4 它這是90.6 好 最後一個呢 勞動市場勞參率 男生跟女生嘛 一樣 它的代號 LFP LF F是女生 LF P M 是男生 你就利用這一題 把它帶進去算一下 這算出來是51.4 欸 男生的勞動參與率比較高一點 那女生 欸 女生比較高喔 67.3喔 男生比較高嘛 67.3 女生51.4 好 數據在這裡 那我現在算給你看喔 它的公式很複雜 非常非常複雜 它有兩個 值 然後這兩個值 要先把它算出來喔 第一個叫領域綜合指數 所以第一個 你這個 你這個看一看一次還看不太懂 41.4領域綜合指數 所以你要先算這個 那第二個 先算領域綜合指數 先算領域綜合指數 然後再算性別綜合指數 那這兩個算出來呢 再把它單去 就可以得到最後我們想要得到的 性別不平等指數 所以我們先算一下領域綜合指數喔 升值健康 第一個 公式等這個喔 根號 這個 十去除以 MMR MMR來了 這裡有MR喔 然後再乘上 ABR ABR是這個 未成年的生育率 分之一 這兩個相乘開根道 這叫幾何平均數 然後再加上1 然後再除以2 2是算數平均數 這兩個算數平均數 那其實你就這樣記 這是女生嘛 男生沒有 把它看的是1 然後加起來除以2嘛 它的意思是一樣 然後條件在這裡 你要把它帶進去喔 好 第二個你要算什麼 負權 那這個算出來之後 再求幾何平均數 再求幾何平均數 你稍微理解一下 可能會比較好背 那它一樣分男生跟女生 然後求平均數 左邊這是女生嘛 就是這兩個 他跟他 女生 跟這個的女生 這兩個相乘開根號 所以是PRF喔 PRF 再乘上SEF 然後男生 男生 PRM 乘上SEM 然後兩個加起來除以2 好 你就這樣記啊 這是女生嘛 這是女生 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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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乘開根號 所以左邊是女生 父權 右邊是男生 然後這兩個求出來 再求他的算數平均數 這樣看得懂吧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吧 好 第三個 勞動市場 勞動市場 這個吧 這是領域的綜合指數 一樣 這兩個 加起來除以2 女生 L F PR F 加上 L F PR M 加起來除以2 好 第一個 先求領域綜合指數 好 我現在把條件帶進來喔 請大家注意看清楚 他下面有一個指數 那個指數不要管他喔 這是他舉的例子啊 這一分型的指數 他給舉的那個 例子的數字 那數字怎麼來不管 我現在是用 2019年的數據喔 我國2019年的數據把它帶進去算 算給你看 好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代多少 10嘛 所以就代10 所以這10分之10加上 這個等於多少 4嘛 成年生育率4% 所以乘上 4分之10 這幾個平均數喔 男生是1 再除以2 好如果你有來計算計 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算不算答案是0.75 再來 那父權耶 先算女生喔 女生 國會議員的比例 另外是 中等以上受教育程度 佔25歲以上能夠的比例 這兩個 這兩個是女生嘛 所以這兩個相乘開根號 他不是用百分率喔 他是實際找那個數字 所以是0.398 再乘上0.824 好啊 男生呢 算一下男生 這兩個 男生這兩個 一個是百分之60.2 一個百分之90.6 所以是0.602 0.602 去乘上 0.906 然後這個加起來除以2 好如果你有計算機 可以拿出來按一下 算出來的答案是0.656 好 最後一個 那勞動市場呢 最簡單嘛 就男生跟女生 這兩個加起來除以2 這樣就好啦 所以一個是0.514 加上0.673 加起來除以2 好 所以算出來0.5935 那這兩個算完之後 再求他的幾何平均數喔 所以領域中和指數 來這裡 就是把這三個求出來 求幾何平均數喔 他是用這三個 去求他的幾何平均數 三個相乘開三次喔 好所以第一個我已經找到 領域中和指數寫在這裡 留一點空間 因為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 根號 開三次 一個是0.75 一個是0.656 一個是0.5935 開三次 好 所以算出來答案是 0.663 0.63 好搞定了 第一個 領域中和指數 好到這裡你先看一下問題 第一個你要背什麼呢 就是說性微不平均數 總共有三個領域 生殖健康還有負權還有勞工市場 每個領域的指標 生殖健康有兩個嘛 負權有兩個還有勞工市場有一個 今年官吳他直接問你 那個性微不平均數 裡面有哪三個領域 他的指標有哪些 就這樣而已啊 如果再考有可能 但是他有可能進一步考計算題喔 那計算題你在背的時候很好背 就第一個領域 綜合指標 就是你分女生跟男生求平均數 求平均數求平均數 女生就算女生的嘛 那生殖健康 因為男生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看起來是1 這樣 那負權男生跟女生 這樣也除以2嘛 平均數嘛 那勞工市場 這樣也除以2 但因為負權有兩個指標嘛 一個是國議員佔比例 一個中等以上 教育程度佔25歲以上比例 所以這兩個先求幾個平均數 然後再求算數平均數 懂嗎 好 先搞定一半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後半段 性別綜合指數 性別綜合指數 這個時候你就是要把男生跟女生分開來算 性別綜合指數 女生跟男生分開來算之後 然後再求他的調和平均數 我挑平均數 好 所以第一個 女生 好 你先看一下 這三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這三個是女生的 這是女生 這是男生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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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去求他的幾何平均數 這三個去求幾何平均數 這三個去求幾何平均數 好 所以呢 我公主就不要再寫了喔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這三個是女生的喔 這三個求幾何平均數 然後男生一樣這三個求幾何平均數 那這兩個 算出來之後的答案 再求他的調和平均數 有一點複雜 那也沒辦法 他規定要這樣算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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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開來算就對了 好那 女性的綜合指數 我直接把他帶進去喔 就這三個求他的幾何平均 所以 根號開三次 因為黑板有點寫不下 所以我的公式就不要再寫了喔 所以就第一個就是 根號 十分之十 乘上四分之一 這第一個 好乘上第二個 根號 0.398 0.398 再乘上 0.824 好第三個是 0.514 0.514 如果你有計算按一下喔 0.514 好這三個 相乘 開三次 求幾何平均嘛 三個相乘開三次 那計算機拿著按一下 是0.5 0.528 講義上面這個是行政主義總數所提供的那個詞 那個詞我是不知道他是怎麼算出來 他寫0.510嘛 那那個數字怎麼來不知道 他可能不知道哪一個年度的 我現在是用最新2019年年度的數字喔 算出來結果喔 好在男性也是一樣 這是紅色的三個 幾何平均數 所以 根號開三次 1 再乘上根號 0.602 再乘上0.906 好第三個是 0.673 0.673 三個相乘開三次 算出來答案是0.7 92 那最後這兩個再取他的 調和平均喔 調和平均 這兩個調和平均 調和平均數的公司還記不記得啊 這兩個取調和平均喔 好所以第二個指標來了喔 性別中和指數 是一個調和平均數 它是一個調和平均數 這兩個求調和平均 好那 等於就是h 當然h 這個是2 然後分別導數相加 這個導數0.528 0.528分之1 加上 另外一個是0.792 好算一下 算出來答案是0.6336 0.6336 太好了 我總算把這兩個數字找出來 然後這兩個數字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我們要答案 好想說 按照片 好看 谢谢观看